各位好,今天和各位开箱介绍是我这阵子最喜欢使用的一款SWITCH桌边 就是这个,模派双子芯机械手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盒 正面是产品的特写 这边底下写着一行,百炼成模制成一派 看一下它的背面 背面有强调它的特色 这个日本的ALPS电竞摇杆 6轴体杆 还有3档的连发 连发有3个档可以设置 还有全机械按键8枚 它的8枚是指ABSY还有L1、LR这些上面的4个键 还有4档的振动调节 跟红边层的按键 这个就是它这支手把的特色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箱看一下它的内容物吧 这边有简易的使用说明书 这个卡片 可以扫QR Code去看 简单的说明 设置的说明 看一下它的本体 这个是保护类比摇杆的东西 我是买黑色的 这个手把的本体 好 底下这一盒 它还有另外附你一对 正面的饰板 它这个可以更换 我买黑色的话 它就是附白色的饰板 如果你选择白色的手柄的话 它就附你黑色的饰板 好处是说 如果之后 你有买Switch的OLED版本的话 白色主机的话 就可以换成 换上这个 换上白色的饰板 这样就可以跟那个 OLED白色的主机就可以很搭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魔派双子清手把的本体 它其实和 Switch的Pro手把 这样组合起来的话 就差不多大小 就是把它讲白一点 就是 把 Pro手把切成两半 切成两半 所以整体的握杆 就跟我 那个Pro手把都差不多 握杆很好 比起那个Switch的Pro手把 我觉得它更像 XBUS ONE的手把 的手感 因为十字键 跟XBUS的比较像 中间有点内凹 在 控制方向和搓招的话 我是觉得蛮顺手的 它有点内凹 十字键 跟XBUS一样 都有点内凹 类比摇杆 手感也一样 跟Pro的也是一样的 日本的电竞摇杆 所以方向精准 操控灵敏 手把很轻 它这个手把很轻 不会很重 还有点我觉得它跟 XBUS ONE的手把很像 就是它底部 有这颗纹 但握起来的话 比较不会滑 它有这颗纹 就像这样子 会有颗纹 所以我觉得它跟 XBUS ONE的手把的感觉很相似 所以用起来蛮习惯的 那我们就来把它装到SWITCH主机上 先把原本的JOWECON拆下来 这边先和各位提一下 厂商号称它的滑轨 和SWITCH的原厂滑轨 是使用一样的元件 所以它的XBUS ONE的寿命 跟原厂一样长 这边 跟各位提一下 好 那就把它装到SWITCH主机上面了 装法都一样 因为都是一样的滑轨 装完之后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 原本的JOWECON 看起来就会比较文静 这个就比较有电竞的风格 换上去这个摩派双子清的机械手柄之后 整体的掌机模式 就比较有电竞风 那我们来说一下 它的这个机械按键 它这四颗A B S Y 还有这个上面的四个 那个ATOM R的肩键 都是机械按键 机械按键的 优点就是手感不错 按压的手感不错 段落分明 然后它的 键层比较短 按键的键层短 所以触发的很灵敏很快 在使用点击的触发很快 很灵敏 只不过说如果不习惯机械按键会觉得它很吵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 我很喜欢机械按键的声音 就像使用机械的键盘一样 这个按键 听起来蛮舒服的 我喜欢这个按键声 这八个都是机械按键 然后看一下这手把的这边 这个是震动的功能 震动的设置 有四档的震动设置 还有这边是红边层的按键 这边是联发的设置 左右都一样 都有这三个按键 所以它的左右的震动 联发红边层 都是分开独立的设置 就是你左边要震动 就设定左边的 右边要就设定右边的 但是这个 双子星机械手柄有一个小确点就是 它剥下来就不行使用了 它没办法分离使用 因为它手柄里面没有内建电子 它的供电都是靠连接主机之后 提供的供电 所以它分离之后就没办法使用 然后这边跟各位提一下 好那我们就来玩个游戏来测试看看 比较准备 至于柜里面有了 盘子软遇到 就是准备到 你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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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